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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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抓怪 哎呀 抓怪 老船長 你幾歲了還完 我才沒有那麼幼稚呢 對不對 抓什麼怪 股票市場 怪物多的事 我还需要去玩什么 宝可梦吗 对不对 每天股市抓怪就抓不完 是不是这样子讲 什么 我们的国家 怪物更多了 对不对 很多道理 小朋友都懂 很多大人 好像怎么样 懂却装不懂 是不是 你看最近发生的事情 该怎么做 该怎么办 小朋友都知道 大人怎么样 偏偏的 脸皮厚的很 在那边撑啊 弄啊 到最后不行了 留下最坏的名声 现在是什么时代 很多人还一直活在 那种 好像可以蒙骗过关的年代 就像我们投顾节目来讲好了 哇 你看电视机里面那个人讲的 口莫横飞 一副就怎么样 他最厉害 他最真诚 厉害吗 宏达殿怎么不讲 真的 很多事情 走过必留下痕迹 在这么资讯发达的这个社会里面 还有人抱着侥幸的心态 哎呀我今天我这宏达殿蝶啊 我不要讲 也要讲啊 他观众可能不知道 他把观众当傻子 那宏达殿一长就马上拿出来讲了 这些就正如同老船长早就预告 这帮人他们会怎么干 我太了解他们了 为了什么 好歹小弟我 虽然在投顾业不是最资深的 但是也是排名前面的 他们在那边狗鬼狗拐 难怪梦可宝 好不好 宝可梦啊 要在那边抓怪 因为现在狗鬼狗拐的人太多了嘛 是不是 什么 宏达殿接下来怎么办啊 看着办 我告诉各位啊 我很相信我们老祖宗讲的一句话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这就刚好可以接着我节目一开始讲的 太多的人抱着侥幸的心态 以为怎么样 倒霉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过去宏达殿从一千三跌到几十块 让这么多的人倾家荡产 但是却怎么样 没有让所有的人得到教训 甚至怎么样 甚至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 获取智慧 没有 还在那边怎么样 我来买宏达殿 我来买宏达殿 我的老师带我买宏达殿啊 他在电视上讲的怎么样 重返荣耀啊 那他有分析师证照一定不会假 看看我跟你的老师 Your teacher是怎么分析宏达殿的 哪里不同 宏达殿 我们看一下K线 我看了差不多了 要下来了 这个平台啊 是守不住的 这是第一个 我相信Your teacher 在节目上不会这样告诉你 什么 他连讲都没讲 那当然啦 因为宏达殿连跌两天嘛 对不对 当然装死啊 突然间没有宏达殿了 老船长完全怎么样 百分之百 命中Your teacher 好 那没关系 他不讲我照讲 宏达殿涨我也讲 跌我也讲 因为他最终就是要大跌的 国内台面上分析师 只有我敢这么分析哦 其他的 大部分都带你做多宏达殿的哦 哦 你要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技术分析 宏达殿不行了 我们看看基本面 你看看你的老师 有没有告诉你说 宏达殿 每个月的营收哦 都是两位数字衰退 我相信你的老师哦 避重就轻哦 他不会这样讲 因为他把这一页给你看 你大概就昏倒了嘛 然后呢 你的老师有没有告诉你说 宏达殿去年赔了1.8个股本 他没讲对不对 你的老师当然也不可能告诉你 第一季宏达殿 大亏了3.16吧 接下来还有 不要急 哈哈 浓酷酷 宏达殿的毛利率 吓死你哦 注意看哦 从19%到18%到13% 现在已经降到了9% 今年的第一季已经降了9% 等于是过去毛利率的腰斩 再来 营业利率 做100块的生意呢 赔32块 在警告出国比赛 这个数字不得了会吓死你啊 啊 他有没有营业外的收益 有哦 第一季哦 他居然有营业外的收益哦 看到没有 所以本业是怎么样 没有哦 你要特别小心哦 就像陈宏第一季赚钱是营业外收益啊 你们要学会看财务报表 因为你的老师他不会带你看 他只会在电视上告诉你说 宏达电重返荣耀 他已经从1300跌到这边已经够便宜了 不要再卖他了 不要再看衰小朋友他了 听得懂吗 这些言论在老船长的一一破解下 你会发现都是怎么样 鬼扯淡 所以我为什么那么有把握 宏达电未来 会下去啊 你现在花很多钱去买宏达电的人 你有没有搞清楚 一家公司他连跌两天 今天还有98块半 你开什么玩笑 一家公司一毛钱都没有赚 股价可以接近100块 哎呀老船长这个没什么 对不对 当跌下来的时候 就是我讲的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你那个时候叫你的老师 问他怎么办 我告诉你 他当然没有办法帮你 因为很简单 就是他叫你买 就是他害你的 哎一个害你的人 你叫他来帮你 基本上你脑筋也不清楚啊 对不对 所以我说股市要抓怪 很多怪啊 当有些怪我的道行不够深 我抓不到 因为从报表看不出来 叫做8299吧 群联 今天第二根跌停 啊 2万张排队要卖 很可怜的哎 买到群联很倒霉 群联是机优股 对不对 投资机优股也会有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个算倒霉啊 对不对 人家买群联的叫倒霉 你买宏达电的 啊 跌下来叫刚好 人家好歹 群联过去啊 哎 EPS啊 一年赚两个股本 哎 这边都是红字啊 所以我说一样做股票赔钱哦 但是那个过程是不同的 有些人是倒霉 有些人是侥幸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好 那么还有一档股票 你们要特别小心哦 陈宏 哇 陈宏七月份哦 他的营收哦 哇 比上个月成长这么多 拍谁哦 跟去年比哦 照样衰退22% 去年就没赚钱了 当然他去年打消一些呆账啊 一些坏账 那第一季呢 我说过了 你要会看财报 你就知道 业外收益 这家公司啊 毛利率啊 只有4%了 营业利率是负的 再怎么样 这家公司居然股价还有六十几块啊 他也是从六百多跌下来的 我做结论哦 很多的股票 从非常高价跌下来 跌到一个阶段呢 对不起 他可能怎么样 给你感觉好像不会跌 然后怎么样 开始反弹 那因为大家有种心态 哇 你从1300跌下来 现在几十块开始反弹 哇 很好赚 很多人就跳进去了 宏达店也好 陈宏也罢 都是这样的状态 而里面 宏达店外资还有二十几万张 陈宏外资还有十几万张 所以外资会在里面动手脚的 你们要特别小心 这些外资哦 我讲难听的 苏系 面老足迹啊 他们买了这么多的 宏达店跟城宏啊 你就知道这些股票 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 这些外资输了多少钱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跟他起舞 台面上中华民国 只有我一个分析师 会把真相告诉你们 其他的老师 你看他们在分析 这两档股票的时候 他们都怎么讲的 导播 进广告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破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使他开户 帮您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虚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 2389 8689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注意 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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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了 你们也相信 耗顶 过去这一个月 谁去买不套的 这个准备要掉下来 我先预告 中欲 已经开始掉下来了 不管是中欲 或者是耗顶 你注意看 第一季 中欲 亏损 耗顶 第一季 亏损 一家公司400多块 一家200多块 搞什么鬼啊 公司一毛钱都没有赚 股价200多 400多 一堆没有良心的分析师 在推荐 你不要以为 现在这些公司股价 撑在那边 这个教训学会了没 我相信散户学不会的 第一季也是亏损 基亚 看到没有 基亚的教训学到没有 从400多 我给你看 月线 学到没有 没有学到教训 基亚也不赚钱 从400几十块 掉到几十块 耗顶会不会 中欲会不会 你告诉我 老船长 没工啊 对不对 耗顶是耗顶啊 对不对 基亚是基亚 如果你要这样子讲 你就记得一件事情就好了 有一天如果 耗顶也这样摔下来的时候 你不要挨 你不要挨就好了 你不要怪什么 头顾老师啊 主管机关啊 政府出来救你 不要讲这些 好 不要那样 不要讲 浪漫 我常常觉得 投资人都是大人 对不对 你来股市 谁逼你来的啊 我自己要来的啊 对不对 你来股市 是投资还是投机 当然是来投资的嘛 对不对 怎么不知道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变成投机啦 所以 散户喔 什么样的散户 我觉得很可怜 就是买到群联这种 很倒霉啊 还基欧股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 讲真心话 很可怜 我们没有去买 哇运气不错 但是你说买到 宏达店的 成宏的 浩鼎的 中域的 当这些股票股价崩跌下来的时候 这些散户一点都怎么样 不可怜 为什么 他们自愿的 明明知道这些公司喔 根本不赚钱 尤其是生技股 股价炒到天高 炒一个题材 那你愿意把你的退休金 把你的私房钱拿去买 那输了钱就像鸡啊 从四百多块掉下来 要怪谁啊 我记得鸡啊 到一百二十块的时候 一堆人跳进去 一堆头顾老师 又跑出来讲啊 哇 这个鸡啊 这个地方够便宜了 就从一百二又跌到七十几 就我常讲的嘛 有人说宏达店跌破一千块 都是买点 这头顾老师现在还在 还在节目上 或者是怎么样 每天啊 就拿通告费的 上那个大的电视台嘛 财经台 他跟主持人说 哇 宏达店一千三 跌到 剩下一百三 十分之一的价钱 真的有得适 啊 此次不买更待何时 对 他讲完 推荐完之后 一堆散户很爱看财经台嘛 对不对 买 从一百三跌到四十 那你说那些投资人 他们要怪谁啊 哎呀 就是怪那个喔 财经台啊 请的那种喔 假鬼假拐的分析师啊 有没有牌照 还不知道喔 有的还没有分析师执照喔 所以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们要看什么节目 参加什么投顾 什么我都没意见 好 我常讲你最好是去参加别人的 绕一圈回来再来参加我 先讲好喔 你口袋如果没有钱 就不要来找我了 对不对 那老船长 为什么你叫我们 先去参加别人的 因为我跟你讲 别人会骗人 你不相信嘛 那你就去参加嘛 参加完之后 他在电视上每天大转 对不对 你呢 根本就是赔得一塌糊涂 那个时候 你才会相信 我讲的是真的 你知道一般散户的智商 都不会太高啦 我讲真的 各位也不要介意啊 对不对 那我讲到各股市这种得性 因为没有基本面支撑嘛 那你看大盘 你看台北股市 我给你看啊 台北股市在9000多点 今天成交量700多亿 连800亿都没有 这种成交量就外资自己在玩嘛 他今天从头到尾 几乎就是这样子嘛 那你看看哦 下跌的加速上市有566加 上跪有519加 今天指数涨了4点 结果有1000多加下跌 我相信你 你不会觉得很好过 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讲 这个盘就是涨假的 你如果找海涛法师来解盘 他一定也会告诉你假的 因为我们国内的基本面 根本没有办法支撑台北股市 是在9000多点的位阶 以我们的经济状况 四五千点差不多 老船长你太夸张了吧 我一点都不夸张 这个海运的啊 对不对 长龙是不是在四五千点的位阶啊 长龙 哎 这不是烂公司吧 股本300多亿吧 经济好不好 我们是海岛国家嘛 海岛就靠什么 货柜嘛 货柜 哎 长龙呢 在这里 大盘在这里 长龙在这里 这里不是四五千点 这里是哪里啊 真相在这里啊 就你老师每天在表演 那你明明买宏达店 买130几的 他叫你买130几的 就是前波这边最高点 他叫你买的 跌到40 他叫你报 或是怎么样 不理你啊 哇 拉上来又在节目上表演啊 那现在怎么样 130几买的 现在98.5不能解套 问题是接下来呢 接下来 下好离手啊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往上看 因为宏达店交不出成绩单来啊 你叫我往上看 我头上摆了 你叫我害死观众啊 我 不会带会员买宏达店 我也不可能坐在这个地方 跟观众说 宏达店很好啊 你们有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我看空宏达店 我看空宏达店 几年 各位 几年 Y-E-A-R-S Years 我不是今天看空宏达店啊 宏达店从1300跌了多久 我就看空它多久啊 没有一天翻多的啊 纵使它有反弹 股票反弹很正常嘛 欸 跌了一千多块不反弹 怎么可能 问题是反弹你要出 还是要买 你的老师当然带你买啊 因为他要招收会员嘛 他要在节目上表演嘛 他知道很多人有宏达店嘛 有宏达店的都去找他 他帮你们解套 解套了没有 完全没有 你又再交了一支会费 又被扒了一层皮 你说你不笨 鬼才相信呢 对不对 所以我说 很多散户很好骗啊 只看我老船长要不要骗而已啊 但是我选择怎么样 讲真话 我选择让你们都很讨厌我 这个老船长该死啊 对不对 老是讲我的股票不好啊 我买个生计股也被他骂 对不对 没有关系啊 对不对 我今天 我们国内的社会风气这么烂 对不对 你看最近发生的新闻 你就知道嘛 官座的大又怎么样 道德标准之低啊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我老船长我可以选择 我每天来这边做节目 我可以选择 我可以选择我不要骗人 对不对 收不到会员 无所谓啊 是不是 麻烦你打电话跟你的老师讲 不要红达电涨的时候才敢讲 不要红达电涨的时候才敢讲 红达电跌的时候就不敢讲 然后分析红达电的时候 营收也不敢讲 毛利率也不敢讲 营业利益率也不敢讲 还有VR到底占红达电的营收多少 You're a teacher也不敢讲 那他为什么带你去买呢 节目上为什么不敢讲呢 你就知道你的老师 他的道德是有问题的 你跟着这样子的人 我告诉你 有一天你的钱输光了 你千万不要挨 因为That's your own choice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们都有年纪了 我再讲一次 一百个人看节目 会有两个人认同我 而这两个人 会不会在待会广告中的电话 打电话进来 站在我的后面 我不知道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人 智慧会非常高 也是下一波股灾里面 可以幸免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拜拜 这个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